選特首的1,200人選委會選戰開羅 選管會收到1,500多份的提名表格 而宗教界亦有400人獲提名參選 競爭相當激烈 以往民主派認為選委會是小圈子選舉 並不熱衷參與 但今屆關係到特首梁振英能否連任 民主派在各個界別都派人全方位長功 重建香港未來 重建香港未來 開黨施政 自列萬生 總共有1,200人的選委會入面 宗教界佔60席 其中天主教有10個選委議席 但今屆有320人報名 差不多是上屆的7倍 非建制派今屆全方位搶空選委議席 務求在未來的行政長官選舉中 發揮關鍵少數的作用 山後組織法政會司召集人任建峰 是執業律師 本身是天主教徒 原先他想過循法律界出戰選委 但最後選了天主教界別 無非想為非建制派爭多幾席 純粹是一個寸土必爭的心態 過往很多人都會覺得 小圈子選舉是一個邪惡的制度 我們不應該去參與 但是你不要的 實在會有其他人要 譬如像上次五年前 有四十多人去抽 發現原來那四十多人 好像絕大多數是建制人士 抽中了10個 有5個是提名梁振英的 如果在這種情況下 為何我們不去爭 被譽為小圈子選舉的選委會 類似立法會的功能界別 由四大界別選出 今年登記投票人數目 大約是24萬6千 除了36個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以及70個立法會議員 屬於當然議席之外 有60席 由六個宗教界別自行選出 其中天主教選擇以抽籤形式進行 其餘1034個議席 就由四大界別中的38個分組界別產生 上一屆選舉 泛民取得205席 而這次由六位非建制派議員 組成的專業議政 就發起民主300plus行動 目標在11個專業界別 搶佔最少300席 不過是一些過去泛民有優勢的專業界別 好像社福界和高等教育界 非建制派有三至五張名單參選 令到選舉結果增添變數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高教界 高教界上只有20多人參選 取得了所有議席 但今屆反而最少都三張名單 加上其實都接近50個人 如果一個最惡劣最惡劣的結果 就像我們立法會選舉已經經常說 就會攬炒 成大政治學前教授鄭宇石 曾經兩次當選高等教育界的選委 還高票當選 今屆他沒有再參選 他認為民主派由於未能派出 有份量的候選人出選特首 加上各張名單有不同的理念和政綱 導致難以協調 對我們成功地在2007年和2012年 分別都能讓梁家傑、何俊仁 成為正式的候選人 今屆沒有一個候選人 那個目標變得不太明確 有些是不願意去到那麼前的 有些甚至不願意要求 清楚要求梁振英下台的 有些是認為我要投白票的 除了民主派 建制陣營也一早部署 政協副主席董建華 較早前在中聯辦召開會議 協調51個港區全國政協的選委名單 有建制派人士認為 今次選舉出現不確定性 原因是中央至今仍然未就特首人選表態 非建制派即使成功搶佔300個選委議席 有多少特首候選人入閘 我相信泛民如果對手很清楚 梁振英的時候 他們就會嘗試組成一個聯盟 然後令到他不可以當選 但到最後如果有其他候選人的話 曾玉成、曾俊華、林鄭月娥 泛民中我相信已經沒有統一的意見 應該支持建國 12月11日就是選委會選舉的投票日 目前除了泰優法官胡國興之外 還未有人公開宣布參選特首 這場選委戰的結局 最終會否左右中央對特首人選的決定